基本情况各位请看 我和我老公特别大的问题都是没有 就是他总是很自私 还总是敷衍我 什么事也不管 让我感觉不被重视 得不到回应的付出 还有必要进行下去吗 我感觉他有点夸张了 有很多时候确实是我没想起来 而且都是些小事 说的这么严重有必要吗 有请这对夫妻有请 男嘉宾李先生三十七岁 来自山东自由职业 女嘉宾李女士三十五岁 来自山东自由职业 有请两位有请 主持人好 欢迎老编啊 投诉来的是吧 对 就是诉诉苦呢 还是不要他了 真的是太纠结了 就是因为有两个孩子嘛 所以 多大啊 有钱吧 大的八岁 小的四岁 男孩女孩 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这不是日子应该挺好的吗 太大男子主义了 以前的时候就感觉没有那么明显 现在是越来越明显 尤其是有了两个孩子以后 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你就说他喝酒吧 一个月他能出去喝 二十五天二十七天 你就剩个三天五天能在家吃饭 就这三天五天我都做好了 他可能接个电话还会走 你就喝酒吧 你七八点钟开始 十一点十二点结束也差不多吧 他不可能还有下一场 吃完可能还要唱个歌 别人不喊吧 他可能还得起个哄要去唱个歌 至少得两点三点四点这样 其实喝酒吧 也没像我媳妇说的 一喝喝到两三点三十点 或者一个月喝到二十七天 那是不是 其实我们那个工作 我也是做销售的 我是做房地产销售的 我们圈里边有一圈 有一圈朋友 比如说我们一圈里的人 你有客户了 我有客户了 我的客户明天很多 忙不过来 今天你帮我带一下 你帮我一下 我帮你一下 这李尚网来了 这种今天你帮帮我 然后谈得比较好了 晚上再一起聚一聚 了解了解客户的信息 可能说就是聊天的过程当中吧 再喝点酒 这是话题就是不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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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都是行业内的人吧 聊一些话题就是不断不断不断 一直都聊不断 聊聊聊的 可能也就是到后半夜 所以说身体挺好的 身体最近也不是很好 对吧 喝到后半夜 早上还得起来干活是吧 早上还得起来干活是吧 这身体真好 那必定 如果没有事的话 他就睡到中午了 我做完早饭喊他他不吃 做完午饭喊他还不吃 就怕他胃不好 都一遍一遍喊他吃饭 你忙行 你不忙了就在家睡觉 要么就打游戏 要么就出去钓鱼 反正就是爱好可多可忙了 工作也忙 业余也忙 你说我闲下来了 我确实今天没有什么工作了 那我睡个自然醒了 我觉得也不是很过分 再一个就是 打打游戏 有点个人空间 自己的私人空间 我觉得也不算过分 你是什么爱好都很过分 他打游戏 就是打起来不停 我吃饭叫的 他还没有完 然后我都盛好了 都开始吃了 他还没完事 但是刷视频 短视频 现在又疯狂地刷 早上起床刷 晚上睡觉刷 上厕所刷 干什么都在刷 就不停地抱着手机刷 然后打游戏吧 这个游戏也是一直 什么还主动 喊着别人一起玩 然后你说爱好 有两个就可以了 还钓鱼 那钓鱼 早上起来就去钓 晚上回来吃完 可能晚上还有夜钓 就是你只要没事 就各种钓 白天钓完 你晚上还去钓 一钓还钓一宿 钓完那鱼 有时候还不拿回家 咱也看不着 你就偶尔拿回来 隔冰山冻上那鱼 一年也不给做 我想替你说话 我都不知道 从哪儿替你说 你知道吧 是 我想解释 我也不知道 谁来解释 这都你干的事 你要解释什么 他还特别懒 那懒起来 你都受不了 裤衩袜子满天飞 就沙发底下 茶几底下 什么电视棍底下 床底下 哪都能掏出来 他的袜子什么的 你想给他洗 你都找不着 你有时间陪娃吗 很少 良心发象的时候 会去陪 忙着玩 忙着打游戏 忙着钓鱼 儿子是老大老二 儿子是小的 小的四岁了 那也可以玩了 多有意思 最主要是 哄孩子行 听话的时候行 不听话的时候 俩人我真忙不过来 俩人一起打我一个 骑起来揍 确实有时候也很烦 那大了你想大 小的时候先小 那小的时候 让他看个孩子 他故意给孩子戳哭 然后就不用看了 哭了弄不了了 您做什么工作呀 也是做房产的 您也是房地产销售啊 那你咋晚上没去喝呢 我就说嘛 这不是必须的酒局嘛 你们俩以前谁业绩好啊 总业绩他好吧 但是我经济独立 生活独立 我什么都是独立的 我感觉他现在是多余的 我现在就像我们家的保姆 伺候小的伺候大的 还得伺候这个 你自己挣钱 对 你也挣钱 对 不靠他养 不用他 那你还要这男人干什么呢 我觉得也是 但是我觉得有孩子嘛 如果没有孩子的话 我现在 不是有孩子不是 不要这男人更轻省吗 就不用自贺他 我有时间 但是没有时间看孩子 而且孩子的家庭也不完整 那就说人家还在家看孩子是吧 他不看 就是 那要他干啥啊 我有一个好婆婆 我婆婆给我看孩子 那没事 你跟他 你把他给弄出去以后 还是婆婆看孩子嘛 这有啥不行的呢 那我 我如果离婚了孩子 就没有父亲或者没有母亲 单亲家庭的孩子 成长有影响 不这个跟单亲有啥区别没有啊 就是你 你觉得现在他在家和不在家有啥区别吗 我特别想问一句话 不大 区别不大 所以兄弟 你 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我就出去逛街 他都走在我前面 包也不帮我拎 我买了东西他还不帮我拎 有时候我带个娃还得我抱着 他刚抱一会儿 接个电话或者整个什么 又放下了 然后还是我抱着 不是 这就是 当时咱干这事的时候 其实没觉得那么惭愧是吧 不是 当时也没 就是没想这些东西 就是偶尔来个电话 你抱一下吧 抱完了之后 我就不接了 想不起来了 行 逛街不帮你拎带子 他关心你吗 我生孩子的时候 生老几 生老大的时候 他也是一点都不关心我 当时因为迅产 难产 生的就是过程很艰苦 就是我都 生的很艰难 我都疼得在走廊里直喊 然后人家在走廊里 打呼噜睡觉呢 我婆妈看着我疼 她都心疼地哭 她完全没有 就前一天晚上太忙了 没有 不是她 她确实也 兴奋地没敢睡觉 我前天晚上 我是听大夫的了 大夫告诉我说 你媳妇可能今天要生 然后呢 我是从早上 我就开始忙活到晚上 然后她也没生 没生 等到第二天天亮的时候 阳光一上来了吧 困了 眼睛确实整不开了 我这些时候 我上那个床上 我小咪一会儿 但是真没想到 就是啥也不知道 过去了 但我保证 我绝对是没喝酒 还是第一次 她都在走廊打呼噜 然后人家护士叫她 她上个身继续打呼噜 不是 我觉得你好 生得挺顺利的呀 你要疼 当时疼得什么都不知道了 你怎么知道 这家伙得有这个表现呢 因为我当时 没进产房之前 我开股缝疼了两天 我就疼得阿尔哈满走廊都听见了 包括连护士都心疼 我婆婆只哭 她不关心 完了 就完全武士一样 就玩一辈子的仇结下 我就说了月子之仇不共戴天 我说 行行行 不共戴天不共戴天 还没出息地给人生了老二 哎呀 你说这女人没有记性嘛 你都不共戴天给她生啥老二 二胎是意外 但是 这意外就不该发生了 对不对 还不共戴天呢 就就怕 她老吓唬我 不是 你今天来干嘛 我也希望她能有所改变 不是 改啥呀 具体点 哪怕不懒也行 或者是你游戏啊什么的 你能放一放 能做出一点改变也行 不是 您直接提要求 那喝酒的话 每个月只能出去五天吧 最多一个周 一周一次啊 好 第一个要求 第二个要求 不能那么懒 然后多关心一下我 我每次生病的时候 她是伤口上给你撒颜的那个人 怎么这么说呢 就我每次生病感冒发烧 最难受的时候 她都会说你 你早干嘛 你怎么不吃药啊 或者是我冻着了感冒 她不知道多穿点吗 今天冷 昨天冷什么的 每次我生病 不是难受苦 都她气哭的 其实她没有什么 其实我们俩都挺健康的 无非就是什么 她有点 就平时有点就是偏头痛 比如说早上起早了 晚上睡觉 睡晚了 或者中午没吃饭了 晚上吃饭吃晚了 都会影响到她的偏头痛 我们也去医院 也检查过 这个东西 也需要去 心平气和 别动气的状态下 能把它稍微地缓解一下 我最来气的是 她自己她也不按时吃饭呢 我也没办法 我偏头痛 休息不好就会这样 那弄两个孩子 我就是没有一个好叫 我最大的解决方案就是 吃药 叫我吃药 就叫我吃药 快头疼的时候 先备个药 如果说 那大夫怎么说的 人家大夫说了 这个偏头痛 这个去痛片 不能老吃 对神经不好 伤神经 对身体也不好 还有依赖性 我刚疼一点的时候 我能不吃就不吃 我让你给我按两下 你也不按呢 那真敷衍 我真生气了 那就按两下 那都使劲怼我 按疼了就不用你了 听懂了 还有要求吗 我怀孕的时候 她更过分 我让她弄个东西 她也不给我弄 我都怀孕七八个月的时候 我让她把衣服 换季的衣服 放到柜上面 她也不给我放 后来我看到个凳子 我就给她放上去吧 然后那个凳子 刚好是个钻椅 我也没在意 我就爬上去放 然后就不小心摔下来了 她知道了 她好像都无所谓一样 还有一次我流鼻血 她做饭 我在洗脸的时候 我在洗脸的时候 她说她要吃饭 我就给她坐去了 我脸都没洗完 我就给她做饭去 坐完回来接着洗 我脸洗一半 说忽然流鼻血 那满脸的水 我也看不清 我让她给我拿个纸 她说我吃饭的 你恶心不恶心 你说哪有这样的 她说小事无所谓 你真有大事了还得我 我说人一辈子 哪有几件大事 是不是生活中都是小事 你小事一件也不顶用 是无意当话吧 你老是把它记在心里边 这么那点小事 我好像我真的忘了 那她还干净 那穿她白衣服就不洗 就要穿白衣服白袜子 你以后自己洗洗衣服呗 可以适当的吧 我也不说不给她洗 那我都让她洗也不太可能 她洗那衣服我也不放心 你看看 她洗那衣服也不干净 而且穿白衣服吧 她还吃那东西弄得满身油 也不注意还爱穿白的 我来问问你吧 满分的婚姻是十分 你打几分 五分 五分啊 你打几分 满分 你那五分主要扣在她身上了吧 嗯 就在她身上扣了五分是吧 对 如果可以换一个老公的话 这老公要不要换掉 换 别 怎么这表情啊 换不换啊 其实这么多年了 也有一点点 也有一点点的感情嘛 有就一点 但是 不是 咱嘴对了点心 但是她太过分了 咱嘴对了点心 换不换 换 确定啊 你把那个换的老公 那个样子给描绘一下 这个老公我们知道了 换的那老公什么样 就说那个老公就行 我们负责给你换一个 工作 好 来 工作的话咱不说 差不多就可以 好 但是你就是你不管是心理上啊 或者说是这个生活上 都要有一些关心嘛 好 也没有别的 连这她都做不到 那听明白了 就几个字嘛 好 缺 爱 对吧 不是要这个男人改变的 今天是来要爱的 这个爱是那种 能够让女生感觉到 被在意 被在乎的感受 我这理解的对吗 其实跟你怎么做 没关系 重要的是 你老婆现在感觉不到 你对她的爱 是这个吧 被漠视了对吧 被忽略了是吧 是不是 我这个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啊 这这这调整起来很难 她也不是没有时间 她有的是时间其实 其实说白了知道吗 什么夜调啊 跟哥们喝酒啊 这都是可有可无的 对吧 就是躲嘛 那躲的是啥嘛 要不然就看着很 叫相见两声宴 是一种躲 还有一种躲就是 哎呀 家里实在太闹腾了 我想躲个清紧 也是一种躲 对吧 总而言之 就觉得好像一个人 需要待一下 怎么就越待越舒服 一回到那个家 好像心里就越待越刺脑 是吧 所以那不都是借口吗 你得听听老师 没给你分析分析 到底为什么 看看咱们能不能调整 能不能改变 要实在改变不了 对吧 不换思想就换人 他不换思想 你就把他给换了 对不对 做好这个准备 好不好 这是什么情况 就劝人离婚是吧 你们小心点 让密切进入 丘比特问卷 来 听老师们说 博工兄 丈夫 刚才您说 妻子有偏头痛 不能动气 对吧 对 那您为什么经常让他生气呢 我很少让他生气 我听他刚才的讲述 他是实时在生气当中 甚至有时候在愤怒当中 还有你们是同一个职业 他很清楚 房地产销售难道需要喝客户喝酒吗 还不是销售与销售之间自己在做乐吗 如果他这样您也去 您和那个你们搞房地产销售的男同事 男销售每天喝 和他一样 一天喝两次 没有孩子的话 没有孩子的话 可以的 他也不管孩子 你去管孩子干嘛的 也去喝呗 孩子是你们共同的 爹不管干嘛要你管啊 是吧 妻子并不是说对你赚钱不满意 是你对他的漠不关心不满意 你的以自我为中心不满意 所以今天是他的呐喊 你不要让他今天的呐喊 变成了明天的绝望 明白吗 谢谢薄胡秀 小余老师 我确认一下刚才主持人问 你们的婚姻的满意度是多少 女方说的是五分 男方说的是 满分 满分 对 我就纳闷了 你这分怎么平的 有个家里边能干 又能做饭 又给我生了一儿一女的 还得他照顾我 还照顾我 那就必须满分 你就满意了 那也就是说 你只考虑你个人的感受了 你忽略了他才五分 那五分你没看见的 缺爱的老婆 她能让你后半生消停吗 那个喇叭只能越喊越勤 到老了 你耳朵根子都不会清净 女方啊 我知道你的苦 当女人不容易 又得工作 又得养娃 这个还不作为 但话也说会来 咱们在情绪下 发泄完之后 这个时候呢 咱们能不能 做一些正向的调节 它总有好的地方吧 那么好的地方 咱就适当地鼓励一下 放大一下 如果一味地这样 唠里唠叨唠唠里唠叨的话 也会影响到他 回家的迫切之心 是吧 兄弟 那么这种情况下 只能出去喝点酒啊 找个机会啊 正好走了 咱也不能一直一直 这样的抱怨 喋喋喋不休 咱们也适当地 看到他有好的地方 南方多往家里 倾泻一下 这个没毛病 都看得懂 差不多行了 也玩得差不多了 再喝心肝脾分之 都受不了了 是吧 谢谢余老师 删娜老师 这不就是典型的 丧偶式婚姻吗 对吧 妻子一叫就喊累 朋友一喊就到位 说的就是您 对吧 有一句话说特别好 让男人变好的 最快速方式 你知道是啥吗 女人变坏 你跟他做同样的工作 对吧 你也需要自由空间啊 怎么就他一人 需要自由空间啊 你也不回家 做什么饭呀 不做了 还叫他吃 你管他那么多呢 饿着吧 给他洗衣服 你让他自己去处理吧 所以你让他变 他是意识不到 他自己哪有问题的 只有你改变了 你让他意识到 曾经你的好 他为什么能 给你们的婚姻 打满分 他打的是妻子的分数 根本不是婚姻的分数 先生 婚姻是两个人的事 不是一个人的事 如果你把婚姻这件事 变成了一个女人的事的话 那这个女人迟早有一天 会崩塌的 所以我告诉你 你要和你婆婆联手 你让她意识到 你们在家的重要性 让她意识到 她在这个家里面 是多么的缺位 她没有自我觉醒的话 你就嘴上这么说 提要求 什么一个月喝几天 什么回家几天 你放心 她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就要让她痛彻心扉的痛 就这样 谢谢珊娜老师 严老师 珊娜老师 她还真不是丧老师婚姻 她是养育型婚姻 这可知道回家了 珊娜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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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就这意思吗 那现在人就是寡妇嘛 所以这是不是应该是 家庭共同的一条守则呀 对 叫底线呀 我们就谈家庭的底线和原则 拉拉扎扎 细细碎碎 没法凭谁对谁错 这个能做到吗 能 你就把这件事想 这就是个家庭原则 触犯它如同触犯底线 第二条 孩子的有效陪伴时间 是不是家庭底线和原则 对 做呀 小的时候吧 我先找大点的 不不不 你就做就OK了 OK 烦也得做 你哪怕陪儿子打游戏呢 让爹带着打嘛 从电子游戏到实际运动嘛 我举的例子是说 要在家里面制定家庭底线 谁突破这个底线就得严惩 那就该干嘛干嘛 就刹那老师说的 对吧 今儿你出去和 明儿我就给你下不来摊 我不做什么温柔娴淑 这都是底线问题 只要突破底线 咱就不放过它 只要在底线之内 咱就可以 慢慢地归指 也快了 三十七岁了 再有个两三年也差不多了 你身体怎么样 身体最新不是很好 收手心吧 别瞎玩了 对 要想瘫得早 天天熬夜吧 是想瘫是吧 不 不要 不想 不想 稍微自觉点吧 身体是自己的 我就觉得你这生活方式不对 对 自觉一点 他今天来多多少少 是对你这些生活方式 觉得不对 又拦不住你 又不敢说 多给他点爱好不好 好 这个咱就不深说了 你懂了就行了 让我们一起进入 192 就要爱 真情六十秒 从08年开始认识 一直直到今天 我们也从零到有 从两个人变成四个人 但是接下来的 刚刚听了老师们的一番话 我也给我的 也是临时做了一个 我的计划 我想你听一下 很简单 接下来的日子 我们保证我们拥有的 这一些不用扩大 也不用做小的情况下 我们每周 或者不是每个月 或者每个季度 每半年检查一次身体 把我们两个人的身体 做好 把孩子想当 剩下的交给 交给你们 家庭原则 现在说到检查学期 你说家庭原则 家庭 太长 太短了 广论咱俩身体养好就行了 以后我就不喝酒了 就完事了嘛 把身体养好的做好 对 你看 你得学会抓重点 我这重点一抓 马上就见效 对不对 我这重点抓得多好 就人他总是有痛点的 这岁数的痛点是什么 健康 你不得捏死他 不 家庭底线原则的事 容他回家想 想完以后 一一对照 酒要少喝 不喝 都回家 千万少熬夜 不 熬身体了 千万少熬夜 是得痒了吧 对 得痒 仔细琢磨琢磨 一个月喝二十九场酒 你那身体能好吗 那能不抱怨吗 哪个老婆不抱怨 是吧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栏目的 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 23606 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 我认为这个战俘 还真不是那种 不可救药的 双出 小鱼老师 我都没那么乐观 这男生啊 还是没悟到 应该怎么办的 不过夫妻两个人 看来对婚姻 还是有希望 所以预测是双出 沈达老师 双出是肯定双出 但是我是想说啊 就是女生啊 你要么强硬 要么就别抱怨 你要是 就是一直抱怨 又不改变的话 日子就只能这样过 她还真的是 只能强硬 因为就她老公 现在这种生活习惯 她不强硬地 把这个生活状态 搬过来 日后受苦的还是她 因为其实这两口子 我觉得感情基础 还是好的 而且男人 确实是贪玩 这个那个不招家 但她其实情感上还是 两个人还是互相 有归属感的 所以就得强硬 改变这个状态 才能有好好的生活去过 来来来来来 看看她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看看她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这绝对是属于那种会红老婆的男人 你知道吧 行了 一起见证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哎呦都不愧报了 看见没有 对 对 哎呦您才三十七岁 然后就来一句 我说这多久没 对 抱会儿抱会儿 你不看不看 不看不看不看 非礼物事 对非礼物事 来 请亮灯 为了家庭 对吧 对 多陪陪妻子 好吧 谢谢老妹 请回请回请 谢谢